注意喔 剛剛這個地方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 J-range 什麼什麼這一串有沒有 這個一樣嘛 那這邊也是一樣對不對 那這邊也是一樣啊 其實喔 如果都一樣的話呢 你可以用一個變數 變數 比如說我們 I跟J就是一個變數 你變數就是暫時存放在記憶體的某一個地方 暫時存放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要改一下這個剛剛的程式 可以簡化一下 比如說我多一個X X等於什麼呢 X等於 等於剛剛有重複的東西 重複的東西在哪裡呢 J-range 什麼的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貼到這裡 也就是說呢 我剛剛這個結果 會暫時存放在X裡面 那底下如果重複的地方怎麼樣 你就用X表示 X 有沒有 這個就X 那這個就是X 有沒有簡單很多了 了解意思嗎 也就是說很多人寫作的話 你們如果看一定都會這樣子 他會暫時把這個東西放這裡 然後呢再把這邊用這個取代 這樣會不會更簡單一點 程式就會變得可讀性更高了 了解意思 那X就是一個放在記憶體的 有點像是你Ctrl-C的時候不是複製在那個什麼呢 複製在剪貼部裡面 那這有點像是放在記憶體的某個地方 到時候我就把X打出來 OK 好 那這裡的話就是簡單說一下 多一個X 那最後呢 我們要多一個按鈕 按下去以後呢 他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執行出來嘛 對不對 那最簡單的方法